今天来聊一聊我和我大叔男友的刻板印象 首先,生气章儿是我,今年24岁,喜欢画画 这是我给自己画的二次元形象,还不错吧,哈哈 我这两年留了长头发 所以逢年过节和男朋友去串门的时候 他的亲戚总以为我是他的女朋友 一直夸我长得很清秀 但其实我是男的,时间久了也懒得解释 这是我对象,由于工作原因就不露脸了哈 这是我,帮我对象画的二次元形象 他今年36岁,一个胡渣大叔 其实平时他给人一种很严肃的感觉 大家也说他留完胡子以后感觉更难以接近了 导致小孩子都有点怕他 哦,对了,留胡子是因为我喜欢小胡茶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一面是 其实在家里面长啥的大暖男是他 会给我做超级多好吃的家庭主妇一枚呀 然后吵架在那里生闷气的也是他 相对来说被别人夸很清秀,很单纯,很善良的我 其实什么都不会 而且私下里玩得很大 还带点 但是尤其也只限于我和我的男友罗总好 吵架过后说不要生气了 要不要去卧室那个什么的 其实是我 之后突然感觉 哎哟,这样子的反差和漫画一样 还蛮有意思的 于是我就画出来了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深市章 下期视频见